早晨 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戴华介宴香港的研究部策略师 杨允睿 陪大家一起开市 Curtis 今早大使有什么指点 Wenny 你好 今早都是继续留意着外国债息表现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就快会发言 另外也留意着 最快今天中国会公布信贷数据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升 道指和标志年升第七个交易日 纳指年升第八个交易日 市场观望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公开说 道指轻微低开后 之后倒升 最多升111点 收市升56点 收报34152点 标指升12点 收报4378点 纳指向上升121点 收报13638点 油价跌4%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下跌0.7%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德国股市是未升的 招点美股方面普遍向上 Amazon升2% 苹果、Tesla和Meta升幅超过1% 另外电约车平台Uber公布了业绩 上季的盈利和收入都差过市场预期 但股价升超过3% 看义托语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普遍向上 网易、美团和阿里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腾讯折合309.66 阿里折合83.49 惠控和邮邦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惠控折合58.95 邮邦折合70.71 看看阿泰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过8点 升121点 最新报32,392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7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升20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要向下 最新跌91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变动还未算很大 最新升54点 港股达到17,700左右的水平 稍后跟Kurtis再谈一谈 其实近日很多联署局的官员发表言论 不过看到他们是否继续加息 或者是减息的方向 其实不是很一致 反而我想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阿巴威尔今晚有一个言论 第二就是他上星期 议息会议后的声明 其实市场有不同的解读 有些人觉得虽然他停止了加息 但他的言论是偏英的 但Kurtis你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反而觉得上星期把威尔的言论 其实就轻轻是偏格派 除了你说看息口 到底是否暂停加息之外 如果仔细看过联署的议息声明 哪里不大 但多了就是说金融环境收紧影响 其实很大机会都是指 就是之前市场一直在说的那样东西 就是说市场的债息升了就已经做了联储局的那份 那就不用你加息 其实这个声明加入的字眼就是说金融环境收紧 可以说肯定用这一点 另外你看到鲍威尔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之前他很强调就要审视 到底现在的利率水平是不是一个足够限制性水平 但是他上次议息完之后说的 就是说联储局的限制性货币立场 就已经开始对美国经济构成压力了 换言之其实都已经暗示了 现在的水平他觉得都差不多足够限制性 还有即使你这两天继续有些联储局官员出来说话的话 其实他都跟之前我想的立场差不多了 都比较审慎就很提防那个通胀所谓的管土重来 但是美联储方面就继续审慎 但是其他朋友就都开始放一些炒风了 那你见隔晚英伦银行那边 还有欧洲央行那方面都有官员出来说 其实各自都说有机会可能明年年中 或者明年下半年就减息 其实这个他们就比联储局快要提示大家 因为记得上一次宝威尔出来的时候 都说我们现在没有讨论没有考虑什么时候减息 但是你说参考其他欧洲英国央行的态度 或者立场的话 其实都可以几乎有些提示 是美国联储局什么时候都会一起减息 如果结合这件事情看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的利率都已经见顶了 最快可能去到明年6月就会有第一次减息 第三第四季就再减一次合共 明年就有机会减三次了 现在就踏入了一个憧憬减息的阶段 如果是你刚才这样解读的话 还有看回市场 其实我想都是认同你多一点的 因为市场看到就是上个星期 在联储局议息之前开始升 昨天到为止 其实纳指就升了第八天 或者这样说 如果大家都是憧憬减息 还有看到债息都有一个在高位回落之下的情况 你会觉得美股是否会继续做好 还是在现水平横行 我想短期之内都会有机会出现反弹 借着这个息口见顶去做一些炒作 明显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纳指近期都跑赢 标普和道指 其实都反映着现在最新市场的主题 就是炒利率见顶 甚至是减息 所以对一些息口比较敏感的科技股都跑赢 不过你看回EPS的预测 即是每股盈利 你见近期的业绩出来 好像Tesla Alphabet 或者Amazon Meta等等 其实都开始他们的业绩或者他们之后前景的指引 未必就符合到市场预期 其实换言之 现在如果你看到基本因素的话 可能企业盈利 就是过去那几年 美股一个大的升浪的企业盈利支持 开始可能有机会放缓 所以我们觉得年底之前 尤其是下一次12月中的议释会议之前 市场会继续关注 即是继续集中在炒利率见顶 但是这个升势可能未必就会维持很长时间 年底可能都会稍稍有一个年底的升浪 不过明年的时候可能就要再小心一点 是 你们的判断是明年小心一点的意思是说 只是一个轻微的下跌 还是说都要提防一个崩盘的情况出现 我想现阶段就未至于说会有崩盘的情况出现 但的确尤其是纳指 最近即使你见到明显有反弹之下 其实走势都不及之前那么强势 你说纳指的位置其实在前几个月之前 开始你看到Momentum的技术走势 明显你见到在七、八月开始做了个崩益之后 即使今次最新的一轮反弹之后 仍然都是处于一个一顶低于一顶的形态之下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加上刚才提到 说企业盈利开始未必追到市场的预期 你看到现在的标普或者纳指 其实估值都不是一个平的位置 纳指现在的预测市盈率去到27.1倍 其实还高过10年平均的23.6倍 你说即使见到利率开始见顶 但联储局其实继续在做QT 收紧市场货币供应的情况之下 未必支持到纳指继续去做反弹 所以暗时来看我们都觉得 每短期有个反弹 但未必投资者未必可以买下去 就一路strong hold下去了 明白的 好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上日的走势 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好了 恒指昨天是向下跌300点 失手50天线 昨天低开116点 之后内地公布出口数据 差过市场预期 港股的跌幅随即扩大 最多跌307点 并且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收布17,658点 跌了296点 跌幅1.6% 科指收布4055点 跌1% 跌幅小过行指 国指跌94点 收布6087点 跌1.5% 大市全日成交由上日过千亿 缩减到896亿 北水的走势 北水连续第九个交易日 录得正流入 金额大升到95亿7千万 近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正流入 主要是卖ETF为主 盈富基金有37亿4千万 北水正流入 恒生国指ETF有12亿5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9亿3千万 看正流出方面 中芯有1亿 美团有7千万 中国移动有3千万 看回大市上日的走势 前日是一度升穿万达电之后 就无以为计 昨天叫做再跌穿50天线 前日成交金额上回1千亿 昨天的成交金额有所回落 但见到成交的情况 就是北水流入的金额大增 又回到9月中的情况 就是主要买入ETF为主 昨天见到三大主要有北水正流入的 都是一些港股比较涵盖脸广的ETF 上次有类似情况出现 就是11场假期之前 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 港股方向未是很明确的 今次见到北水正流入金额大增 而且又是买回ETF 你觉得对港股后市有没有启示 还是说这个数据也没有特别的启示作用 我想北水方面很明显看到 近来其实方向就不同了 因为之前你见到的 不要计算是昨天 其实港股昨天去计算 已经连续升第三天 市况弱的时候 明显看到这些北水 当日一升 已经见到淨流走 你见到昨天的港股 连升三天之后回调 北水仍然都很积极去吸纳 以及我们追踪了 北水20个交易入平均 淨流入量 其实都在周期底部开始回升 这一点你如果看完的话 就见到其实和过往 和港股的表现都很大 相关程度 尤其是可能港股 现在我们见到的 环球的ETF资金流 都未见到明显吸纳 就是中港股市 在这个情况之下 北水对港股的影响 就更加大 近期你见到 北水在港股下跌的时候 很积极吸纳 即使你见到 连升了几天 都仍然是未那么快 获利的话 对港股其实都反映 他们觉得 在现在这些水平 都已经是足够吸引 其实你之前都明显见到 港股去到 我们上次说到 大约16,800的支持位 之前港股去到 跌穿了17,000之后 反复其实都见到支持 都反映到 其实市场觉得 现在这些水平 或者这个股值 港股就再向下 沽压不大 北水的数据 都是印证了这一点 好 我们讲讲昨天的内地 进出口数据 昨天内地海关总署 公布了用美元计价 出口就是减少了6.4% 这个数据是连续第六个月向下 还有跌幅是大过市场预期 市场原本预期就是下跌3.5% 进口方面就是上升3% 是8个月以来首次录得增长 而增长的水平也是好过市场预期 另外10月份的贸易顺差是565亿美元 比9月份有所收窄 有分析说到 进口增长表明国内需求可能正在回升 但全球需求疲弱的影响之下 出口会持续下跌 其实近月有部分数据就显示 内地的经济可能就是说 跌幅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大 或者有一个反弹的情况 但是不同数据 其实都是表达到一个不同的情景 给大家看的 这个出口数据 你会不会觉得是很烈的 或是说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数据 这个进出口数据 其实最大的启示就是可能外部的需求 未必好像市场之前预期 给到中国经济那么大支持 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都继续要靠着内需 因为你说出口数据跌 其实都 我们看就未必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尤其是如果你看一些细分的数据的话 看到其实对香港和对美国的出口 跌幅是收窄了 反而对欧洲、日本的跌幅就扩大了 配合刚才说到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息口的时候 都看到好像明显 欧洲央行好像急过美国减息 其实都是反映当地的经济前景 就是美国方面的经济前景 未必是市场想到那么差 反而欧洲可能会有多些经济压力 这一点反映在中国的出口数据上面 都是吻合的 看到欧洲方面的出口明显 跌幅扩大了 跟内地方面自己的自身因素相关 就不太大 反而是外部的环境 令到出口数据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 你看到全球的PMI数字 最新10月份 其实就落到48.8 对比9月份 其实全球的制造业 PMI 都是49.2 其实反映外部的需求 不确是下跌 这个进出数字 其实都是符合PMI领先数据的表现 所以你说的启示就是 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外部需求未必带到 给中国经济太大支持 未来都是要靠内需的 配合进口数据好的预期 其实都反映了有这个倾向 就是未来大家的焦点 都是在内部需求那里 各位 你 我会选择 你 你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你